当新妈妈晚出现腰部疼痛或者不是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以下的这些动作来缓解疼痛 大家一起跟着来写写吧 第一个动作 腰部摩擦 双手搓热 以双手掌面紧贴腰部的挤住两旁 直线往反摩擦腰部两侧 一上一下尾一遍 连做一百遍 第二个动作 腰部按摩 腰部放松 双手搓热 用双手擦腰 大拇指在前 其四指按住两侧 顺疏穴 再顺时针旋转腰臀部九次 再逆时针旋转九次 联系三十六次 每天活动腰臀部 可以输筋活血 通力关节 强健腰肌 第三个动作 揉命门穴 命门穴 命门穴位于腰部低爱腰椎挤出下的凹陷处 以肚脐相对 右手或左手握前 以前肩置以闷门穴上 先顺时针压揉九次 再逆时针压揉九次 重复压揉三十六次 重复压揉三十六次 坚持按揉此穴可以起到温胜扬 力腰脊的作用 第四个动作 揉圣疏穴 圣疏穴位于第二腰椎极吐下 躺开一点五寸处 以闷门穴相平 双手握前 将前肩放在两侧的肾书穴上 先顺时针压揉九次 再逆时针压揉九次 每天坚持按揉此穴 既有滋阴撞扬 补肾腰的作用 第五个动作 揉腰阳关穴 腰阳关穴位于第四腰椎 挤肚下的凹陷处 也以卡挤相平 左手或右手握前 以前肩置以腰阳关穴上 反复按揉 该穴为 肚脉上阳气通过处 每天按揉 可起到疏通阳气 强腰膝 腰下炎的作用 好的 大家都协会了吧 产后妈妈一定要好好护理自己的腰部哦 一定要注意腰部的保暖 避免受冷风吹 腰部不适 可以适当的按摩一下 也可以用热毛巾 稍微的敷一下 不及时的护理会留下后遗症哦 您可能会记得带您的热毛巾